不及格的 再判斷D,C,B,A也可以 所以這也許你可以改個方法 我想結果是正確就OK了 它程式一定是循序的 從上面RUN到下面 最後的話我們就要來看BMI BMI的話主要是參考網路上面 你Google打那個BMI有沒有 Enter一下 它就會幫你search到最後的結果 我參考第一個 就是BMI值的計算器 那它裡面就有規則 規則是什麼呢 就是使用者輸入那個什麼 讓他輸入體重跟身高 或身高跟體重 然後它的規則是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話一定是公尺 所以它如果輸入的是 因為我們習慣公分 那你就必須把它除以百 變成公尺 再來做計算 那就得到它的BMI 那得到BMI之後的話 如果它的BMI是小於18.5的話 那就是過輕 如果在18.5到那個24 小於的話 那就是正常 那再來就是 24到27是過重 輕微肥胖 再來中度肥胖 還有重度肥胖 OK 那這一題其實跟剛剛也類似嘛 差別只是說呢 我們會需要兩個inputs 所以兩個inputs的話 那我可以這樣寫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不過我大概看一下 因為第一個的話呢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體重 OK 當然身高體重 你可以顛倒沒關係 那因為我擔心很多人 如果我前面 假如說用int的話 去取整數 可是如果說有人在乎 可能是65.1這樣子 那如果你65.1 假如說你前面用int的話 它就變成65了 int意思是說取整數而已 也就是它轉成整數之後 它就無條件 會把小數點拿掉 那不合理啊 我點1 我差1 我身高 體重可能大家不在乎 多一個 最好越少越好 身高的話 它可能是剛好 169.9 有沒有 它一定點9 你點9拿掉 哇差了快一公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一定要加什麼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你可能要轉 不要用int 你要用float f5 loat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float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它會幫你保留什麼 保留小數點 ok 然後呢 請輸入體重 那身高的話 記得最後把它除以 就是轉型完之後喔 特別是說 轉完之後 再除以100 比如說169.9 然後除以100的話 變1.699 這樣子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根據那個公式 公式就是 它的公式是 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我們公式就是 這個其實 這個float可以不用 因為已經float了 所以這邊我想 這個float可以拿掉 就是體重 除以什麼呢 身高的平方 ok 那 這個平方先 先把它 平方之後 再除以 那最後會得到一個bmi 所以其實第一階段喔 其實你可以先不要判斷 後面部分的話 先不要做 先做什麼呢 先讓它print bmi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階段 來我試一下 我只要計算bmi的話 請輸入體重 好敏感 隨便輸入一個 好 那如果身高的話呢 enter 那這個時候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只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呢 當然有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什麼 不知道哥們有沒有用過那個eSale吧 eSale run 對不對 R-O-U-N-D 其實用法跟這邊一樣 你第一個方法 R-O-U-N-D 放在前面刮斧 它有志願這個函數 d0.2 就是指的什麼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就這樣 特別是喔 把bmi放在裡面 外面包一個run的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這個方法的話 就跟eSale裡面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你以前會用eSale裡面的run的函數 這邊也可以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剛剛再輸入一樣的 75 enter 然後這邊 175 enter 有沒有 24.49 那